本期视频由房大师特约播出 加拿大最大华人找房买房平台 找房就上房大师 大家好 欢迎收看加拿大华人聚焦 每天了解加拿大多一点 马上就要进入2021年 各大机构近期也对加拿大房市的未来走势 纷纷发表了预测报告 那么在2021年中 加拿大的房价会如何变化呢 12月15日 加拿大地产协会CREA 在其房市预测报告中表示 2021年经济活动将保持相对健康 预计所有地区的房价都将继续上涨或保持稳定 CREA称 由于不断增加的移民人口和低利率的影响 再加上政府在疫情期间 不断为个人和企业提供补助 导致房市成为了加拿大的重要经济支柱 在2020年 抵押贷款利率降至历史最低点 而加拿大央行也承诺 在2021年继续保持低利率 CREA预计到2021年春季 房市将恢复至更为正常的水平 基于此假设 CREA预测 2021年加拿大全国房屋成交量将上涨7.2% 达到58万4千套 房价将上涨9.1% 达到62万加元 在低利率的推动下 预计在2021年 除安大略省以外的所有省份 销售活动都将更为活跃 而安省则会由于供应短缺问题 导致2021年销量下滑 而在房价方面 CREA预计 安省 魁省 以及辛斯克社上的房价 涨幅将超过10% BC省则将基本维持不变 据佳媒报道 加拿大最大银行RBC 近期发布了一份风险评估报告 其预测在2021年 加拿大房价增长将基本持平 但RBC也预测了两种极端情况 一种是房价增长达到疫情前水平 另一种则是房价暴跌30% RBC称 在2021年 全国房价预计小幅上涨0.6% 未来的2-5年 复合年增长率将维持在4.5%左右的水平 在最理想的情况下 加拿大房价增长6.1% 但仍会比目前的预期要低 而在最糟糕的情况下 RBC的预测要比其他机构更为大胆 其表示2021年加拿大房价可能会暴跌29.6% RBC首席风险评估师表示 这份预测报告将可能发生的情况都评估了一遍 目前银行正在加大下行风险的承受力 总体来说 加拿大应该不会面临最糟糕的情况 即使房价下跌 实际下跌情况也不会超过7% 加拿大地产公司RIMAX在其房市展望中预测 在2021年全国平均房价将上涨4%至6% 在RIMAX最近的一项调查中显示 有53%的加拿大人相信 加拿大的住房市场将在2021年保持稳定 52%的加拿大人认为 在2021年房地产将依然是最佳的投资选择之一 RIMAX预计 2021年房价将稳健增长 住房供应短缺的问题 给房价带来了上行压力 而由于疫情的影响 买家的购房偏好正在发生转变 市中心周边地区更受买家青睐 RIMAX预计 2021年安省平均房价将上涨7%至12% BC省平均房价将上涨4%至5% 其中多伦多房市预计将受到供应短缺的影响 房价将上涨6%至97.4万加元 除了RIMAX做出预测之外 加拿大的另一家房地产经纪公司 Royale Page也公布了2021年的房市预测报告 其预计由于房源短缺和低利率的推动 加拿大2021年房价将上涨5.5% 其中大多伦多地区房屋均价预计上涨5.75% 但多伦多市中心的公寓需求将继续走软 价格上持有0.5%的涨幅 研究人员表示除多伦多市中心的公寓市场之外 全国大多数的地区公寓需求仍将保持健康状态 此外Royale Page预计 2021年房价涨幅最大的城市是沃泰华 由于科技和政府部门的扩张 将导致沃泰华房价上涨11.5% 房价涨幅第二高的城市则为温哥华 预计将由于住房需求激增 导致房价上涨9% 而涨幅最低的城市为卡尔加里 涨幅仅0.75% 在2020年9月份 国际知名金融分析公司穆迪 发布了2021年加拿大房价预测报告 预计加拿大房市将遭受就业市场 不景气的影响 2021年房价将下跌7% 其中预计单户住宅价格下跌6.7% 公寓住宅价格下跌6.5% 目的公司认为 即使现在有着超低的利率 仍然无法抵消失业率大涨 对房价的负面影响 而除了就业问题之外 像多伦多和温哥华这样的主要城市 由于房价超出民众的负担能力 也会对房价施加下行压力 好的 以上就是各大机构 对加拿大2021年房价预测报告的汇总 关注加拿大华人聚焦 每天了解加拿大多一点 我们下期再见